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宜蘭的一个地方 很酷哦 我听说呢 这边有一位老师 他退休之后呢 在这边开了一个咖啡的工作室 那这个工作室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他呢 提供给来这边参观的民众呢 免费的咖啡 而且呢 重点是什么呢 他还教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泡咖啡哦 真的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我们呢今天呢 就带大家来去这边看一看 走吧 出发 那退休以后呢 那我这是考未潜公司 就考进去未潜公司 那未潜公司考好以后 在未潜十几年中间 刚好未潜要跟路边合作 那就是说要成立一个台湾UCG咖啡公司 是我成立的 所以咖啡公司就是说 未潜51%路边49%成立的公司 对不对 是我成立 那为什么是我成立 由于我考进去未潜以后呢 我喜欢比较喜欢这个认 就是喜欢钱 那个时候利用礼拜天 到咖啡店去打工 其实那个时候我只会煮彩虹 只是煮红西市而已 结果钱瑞钱公司里面只有 我比较懂咖啡 还有呢我还会讲一点路边话 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去跟他打合意 回来以后呢 就从领开始 台湾UCG咖啡从领开始就是我 我一个人就从领开始把他建立起来 就跟咖啡就开始就很亲密的接受 接下来到最后一家 就是大概70岁才退下来 在退下来以后呢 我想找一个地方够我退休生活 那我就来这里买这块空地 买了以后呢就开始我 从领开始也是荒地 就从领开始慢慢慢慢这样子 做我退休生活 来这里以后呢 我就慢慢慢慢慢慢 让他们达成我想要的做的事 我退休生活 第一个我要种咖啡事 那我就种到咖啡在山上去 整个我就开始种咖啡 然后自己想要种种菜 自己想学学音乐 学沙斯风学二胡这样 因为达到我这个欲望以后 我就想到一件事 比较那个 你刚刚讲说死命感就这样 所以我讲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在这个社会上 目前的社会上 很多人为了咖啡花很多欲望钱 最多人是什么呢 退休以前存了一些钱 退休以后去开咖啡店 那我都会这样讲哦 如果你有亲戚朋友想要开咖啡店 等到他房租还没有出掉找我 因为你找我你就会开不成 我会叫你不要开就对了 因为开咖啡店保证你亏掉 因为很多人开咖啡店的心态是什么呢 我学习星巴克 学习85度C 学习路易莎我看他们也都很好 其实你开这样跟他一样的店的时候 我保证你不要三连 你投出多少你就会丢多少 好为什么这样讲呢 好比说那个星巴克这个公司 刚来台湾的时候一家店都七八个员工 你注意看现在剩下两个 还有博朗咖啡前年在台北市就关了十几家咖啡店 因为那个大财团都在关了 我以前UCG开的店都收光了 剩下百万公司几家而已 那表示说你开这种形态的店就是说 第一个你的营业收入 收入绝对付不起房租跟薪水 这是我的经验是一样 所以我有一种 很那个 好像什么属面感就是我这种 第一个 第一个这样 第二个呢 现在外面很多人就是说 学生也好什么很多 为了学习咖啡 花很多愿望钱 这个也是我的属面感的一个反而 像我有一次 因为我在乔助教两年 有一个学生来找我 那个是六七年前 然后说老师我要去考烘培证照 这烘培要证照 那个时候要八万块 那我就问他说 八万块他还停止 再停一个月一个月 还要停一个月 那当时我就跟他分析 我说第一个 如果你 考了证照 我相信 我们台湾省 认了一个国家也好 没有一个老板说你有证照 我请你来这里风度 没有的 第二个顶多年 我说以我的经验顶多年到学校去 第一次你去考一个小时六百块 你只要教几堂课而已 所以就开始这样的情况我就告诉大家 我记得很清楚 星巴克刚来台湾的时候 他有一个广告 我们的从越年年 这杯咖啡如果煮不好 我要重新倒掉重新煮 这个意思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以星巴克这种机器 煮起来的话 你多一秒少一秒 味道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要控制到说 刚好一个秒数 如果你秒数不对 你知道从今倒掉重新煮 像我在新链人工的 像这个都很注重 这个 教他们如果多一秒少一秒 怎么去调整 这个另外讲 那表示说现在有没有 我其实都没有 我本来没有想到说 我可以弄到这么 那我们来完成 但是慢慢速来都来 第一个 好 我就先让咖啡敞到咖啡 所以来我这里 九年来都这样 大家说想要喝咖啡就来这里 还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跟咖啡店位 也差不了好多 大家都很习惯 就来来来来 来的话 变成我很喜欢一个一个 很温柔 很大家很温馨的一个场地 这样 我们村里面有活动 他就说我每个礼拜三的上午 他们有一个老年的活动 固定的我拿咖啡豆给他们在那边喝 还有社区 像这个德洋社区 有人出来找我 说他们给老年喝个 那我就带着咖啡 就跟他们咖啡讲 讲咖啡这样 我就一直在做公益的工作 所以这样也是用我们推广 一个在介绍咖啡上面 还有增加热气这样 比如说四年前 有一个年轻人 他以前在做汽车卫物 卖那个零件 生意不好 就没有工作 辞掉了 两年没有工作 刚刚有一次他去吃面 那面的老板好像也有来这里喝过咖啡 便老板就告诉他来这里 来找我 他什么都不懂 咖啡什么都不懂 然后我就开始训练 开始 其实我刚开始训练两种而已 就是手冲跟红西式 跟他训练 那通常我会这样 为什么可以来这里 马上你可以训练起来 就是说 我第一次示范给你看了以后呢 你就实际上进来 现在你 练和连带也是都可以这样 我在旁边看让你来做 让你来做 我就主导 主导 知道大概什么问题 就当场教 好 这个练习 再来练习你的速度而已 但是有一点你要概念 你要知道 现在要学习 不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3.4个月 还在那边做俯工开始 我说我不是 你看我这样再教一下 整晚以后再让你练习 其实一天以后一两个小时 你就可以回去了 就不必在人家那边做俯工 慢慢学 就是把对对对 概念 我要跟他改概念 很多人一听到我就 我就怕死了 又说还要来待在这里 跟我 我说我把我知道的时候 现在没有你 你只是训练而已 问我的颜料 你在那边一直练就好 他训练好以后 他说没有钱 刚训练好他说他没有钱 我说没有钱很简单 我这里要开十家咖啡店 我不要再补东西 我就捡一套的东西 一套的器具 包括桌子 包括家母屌 我就给他 让他就开始在这边休息两天 我说你OK了 他就自己做 那我就跟他讲 我的东西借给你 你有算再还给我 其实他不到一年都还给我 现在还在做 现在在交集还在做 非常好 他的生意非常好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可以看到张老师 跟我们分享的他的故事 从他非常热爱咖啡 这件事情开始 我觉得泡咖啡就是他一生的使命 他也想要把这个东西 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教导更多的人 你看他教大家喝咖啡 甚至辅导那些完全都不会的人 去创业去开店 像我们这种不太会喝咖啡的人 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很多咖啡的知识 所以呢 张老师他带给我们的 他让我看到的是 他对这个咖啡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使命 那我不知道各位 在观看的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使命呢 你们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所热爱 你想要像张老师这样去发扬光大的呢 我觉得呢 我们可以学习张老师的精神 把我们 人 每个人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才干 可以 勇敢的去把它做出来 去发挥出来 就像张老师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更加的精彩 也可以去祝福更多的朋友 祝福更多的人 祝福更多的人 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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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